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两句古诗就是这位勇士与太子分别时唱出的悲歌 岁月悠悠 两千年过去了 这儿的一草一木都没有向敌人屈服过 这儿的每一块石头都曾染过英雄的先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1941年秋天 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 进茶季边区举行了三万余人的空前残酷的大扫打 敌人在西线 遭我边区军民的沉重打击之后转向东线 企图消灭我一分区主力部队 敌人四路出动 凶猛地向狼牙山渠谱来 快点 快点 把旅赶快点啊 快点了 你怎么还不快走啊 把我到前面捡笔军鞋去 爷爷 我也给你去 不行 你不能去 你到北七村住老家去 爹 你快点 你是不远了 不要紧 前面还有这么队伍呢 葛珍林 我知道就是你 你这个炮 比日本鬼子的炮怎么样 小日本的炮算什么 我这两门炮一百 他来多少 我就僵刺他多少 小屁鬼 你别闹嘛 不得了 还是大叫 报告团长 我这是抓紧时间休息 养足了精神 好打鬼子 老宝玉 你们全版都在这吗 都在这 这写的什么 写的挺好 怪不得菜子导员说 你这个放羊的娃娃 都快变成咱们八路军大学生了 这件老红军帽子 你还保存着呢 团长 这可不能丢 这顶红军帽子 那是我们班长的宝贝 宋小义 家里来信了吗 没有 我们的地方被国民党王国分子站着呢 家里头不敢给我来信 国民党真的俩的投降派 他不抗战吗 还不让别人打鬼子 护肤财 鬼子还远着呢 你拿个手榴弹干什么 来 快装起来吧 同志们 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三万多人 又是三广政策 又是铁壁可围 敌人凶得很 你们说怎么办 那就按照咱们毛主席的游击站办呗 鬼子要是来多了 咱们就给他来个满山转 鬼子要是累了 咱们正好去扰乱 鬼子要是退了 咱们就追着他打 鬼子要少了 咱们就打他一个千变战 对 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演会任务 我告诉你们 毛主席 朱总司令 和编曲的老百姓都在关心着我们 这回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保证完成了 给商务师团长发报 是 本帝国皇军正向狼牙山清剿 共产军八路一分区主力 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 我要在最短期间内 消灭八路军第一团 占领狼牙山 被职认为 凭皇军的军威 和吕团长亲自独战 再加上被职的协助 一周之内定能全前八路第一团 占领狼牙山 是 赵队长 你未免太轻敌了吧 八路军是诡计多端神出鬼没 我们必须武力至谋兼有 才能至胜 是 这前面是 张家庄 攻占张家庄 注意 敌人又上来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还敢去老百姓了 班长 打吧 咱们下去救老乡吧 听指挥 怎么样 咱们撤的时间也到了 好 掩护老乡 主机下 刘白 刘 刘 刘 你们留在这儿 牵制敌人 等我们救出老乡 撤退以后 你们向北四村转移 是 一百 三百 跟我来 你是越想打啊 连长偏叫你看着我 我真想下去跟鬼子干一场 老乡 老乡 你听 小乖爸的声音多脆 我真想闹他一跳 老乡跑过来了 老乡们往这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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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乡 导臣 抵人打 打 小习义 走 愚夫菜 你们两先撤 是 敌人 班长 稍后一个敌人 头弹 往左边去 班长 班长 启兵 分散突围到北极村集合 葛阵林 要 你想办法把敌人的启兵吸引开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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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会不忍了 安护老将 分散车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小石板 老子在这儿呢 这长大的连鸡炮都给丢了 得了匹马还没落着 青鲁庄 找到老胡他们了 还得要跟他们杀一块呢 年轻 早上 老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胡 老宋 老松儿 鬼子追过来了 快走 是你 是你们三个 老哥 咱们到北极村找班长去吧 走 走 姓家 你清碗淹水来吧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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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忍住点 这盐水杀得很 胡德林他们怎么还没来呢 别着急 德林他们认识来北溪孙的这条道 你放心吧 在这口上有点瞪着他们 谁 是我 是主任 东西收拾好了吗 好了 刚才我听见好够了 好像有动静 你可能流点深 哎 我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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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走 鬼子来了 快走 大叔 你们走 不行 那怎么行呢 要走咱们一块走 快走 走 快 大叔快 走 大叔 快 走那边 站住 走 站住 干什么的 老百姓 老百姓 就你们几个 就我们几个 进去 里边 在那 老总 每条路走不过去 是死胡同 那是死胡同 看 这是什么 快说 这是什么 你们卧藏拔路 快说 去 滚 你说 你们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缘 说 谁家藏了八路军的伤缘 这 这 你妈的 我去 我去 你 我去 你 你 去 看 八路军在哪里 在哪里 我要的是人 是八路 是 旅团长 您放心 在这北溪村一定能找出八路军来 我爹 和马班长 大概能出村了 这就好了 我 头还昏吗 你也不想吃 吃的 不想吃 大叔 父女主任和乡亲们 怎么还不来 是不是 别为他们担心了 也许一会他们能找到这来 大叔 你让我出去一下 干什么 我到村边去看看 不行 你挂了话 流入好多血 就你一个人怎么能行 听话 还是躺下 跟我好好休息 乡亲们为了我 要是叫鬼子可以闹住了 我 我 孩子 别那么想 乡亲们救你 就是救自己 你离开家 当咱们八路去 拼死拼活的 又是为了谁呢 把伤口蒙上 大叔 不用 我还有一顶帽子 大叔 你就让我出去一下来 牛子 干嘛 我们向琅琶山追进 班长 老胡 班长 老葛 班长 功才 老宋 来哪 你们都来了 咱们赶快进村去救乡去吧 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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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放 救人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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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杀人不眨眼的畜生 把我的小牛 我的 我的小 小牛 回来 李主任 回来 李主任 回来 李主任 大家 从目前的情况看来 敌人的歧途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的战斗部署要针对敌人的计划来修订 还上电话 喂 一号吗 是啊 我是邱卫啊 是啊 根据南罐头 东楼山西岗沟北七村的侦察 和群众的报告 敌人的歧途是 嗯 对 对 是啊 高建的野心可真不小啊 好吧 现在敌人 从四面八方向蓝牙山谱来 分区首长的指示 要我们沉重 只要我们能想办法调动敌人 胜利就是我们的 我们一定要叫敌人按照我们计划的时间上蓝牙山 我们的主力要在明天天黑以前 从这条潘道上 向北 由采源的方向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到平汉线上去打击敌人 情况就是这样 看各营还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问题了 餐长 明天我们二营交给七连前哨阵地的时间是 谁 李股长 我们另行通知 好 刘福山 参赌导演 这一回他就看你们七连的了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沾在狼牙山上 你们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只要你们战斗动员 做得深入 在思想上有了充分的准备 这次的扫荡照样是会被我们粉碎的 八路军真是深处鬼魔 你追到这儿扑空 追到那儿还是空 李团长 这次八路军就无处可逃了 为什么 前面四十里就是狼牙山的主峰老军堂 老军堂 是啊 八路军一团的指挥部一定在这儿 以备职之鉴 我们应当首先吃掉他的指挥部 我们已经把八路军的主力合围起来了 命令 马上轻装快速 一定要在今晚十点攻占老军堂 是 邱团长 老大爷 受惊了吧 不怕 跟着你们走 鬼子再多我也放心 脚走疼了吧 老军堂 脚是打了几个炮 可我还能走 赶快到我们火房搞点热水烫一烫吧 不用 老邱 你告诉我 这鬼子他们敢不敢到咱们老军堂七盘坨上来 你说呢 我说呀 下次他也不敢来 为什么 因为有咱们一团 他敢到咱们这来 他敢摸摇鼻子 这次鬼子敢来 不过我们也不能白白的放过他们 大家放心吧 有咱们部队就不会叫乡亲们吃亏的 这我信 有你们在 我们老百姓就打了双保险了 现在鬼子的先头不对 对咱们这儿只有几十里路了 大家先赶快休息 我们还要准备转移 李欣 老宝月 你们这次的主机打得很好 团总之要在全团表扬你们 现在我再给你们留办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团长 什么任务 是个艰巨的任务 是个艰巨的任务 我们更完成 好 我命令你们 在今天晚上老老实实的给我睡两个钟头的觉 怎么样 能完成吗 可以完成 不是可以 是一定完成 完不成任务 就要受处分 受处分 是啊 小鬼 这是什么地方 路在哪里 这 你不是自称 这里每个村庄 每一条小路都熟悉的吗 熟是熟 可是多年没走了 我的命令是 要在今晚十点钟公干老军堂 吃掉八路军的指挥部 可是现在 你把我大队人马 带到这条深山绝路上面来 你说怎么办 刘团长 我一定把路带 八部队长 你看 那边山上有火光 一定有人 你他妈的 还不就给我抓一个呢 好 爺爺 老头子 给我们带路 带路 带黄军到老军堂去 我没去过 你没去过 走 行吗你 小孩 新鲜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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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鱼 好久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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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老头子 老头子 请你走快一点啊 想我走的吗 你们到头里走 这老家伙快走 这老家伙快走 老头子你是黄军的良名啊 好人啊 你带我们到老军堂啊 你是走不动了 骑上我的马吧 可以走快一点啊 这你妈不识抬举 老头子 老金堂做的是八路军的团部啊 你带我们去 黄军有赏啊 你得明白 明白 什么都明白 你怎么还没睡呢 你在想什么呢 班长 你说咱们在蓝叶山上搬扫荡 打鬼子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都能知道 他们在延安能知道吗 知道 那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 毛主席他们也能知道 知道 我们六班要是打了胜仗 毛主席和总司令都能知道 那我什么时候 要是能看到毛主席 要是吗 大概有多好啊 小胡 别着急 你呀 等着点 等打完了鬼子 咱们一块去啊 老哥 打完了鬼子 你干什么去 干革命吧 建设共产主义社会 这个我知道 这个我知道 到了共产主义那可好了 班长 到那个时候 咱们到团部见着他五匹马 老哥 你带头 他妈骑上马 一溜烟就到毛主席那去了 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你还想骑马去 算了吧 小胡 小胡 到了那个时候 咱们就做这个东西了 屋地下就到了 到了延安 毛主席和咱们一见面说 是你们这五个 我知道 你们在狼牙山上打鬼子表现得很坚决 很勇敢 到那个时候毛主席和咱们这么一握手 好了 时间不早了 睡觉吧 宋学义 咱们换五班哨去 是 老头子 这沙还有没有底 老军堂离这还有多远呢 早着呢 才走少一半 早上 吃饿了 好了 我 快点 就 快点 有狂 快 梁子 顺利盗不下去 到老军大安 告诉巴勒勋叔叔 快 嘘 快 快 走吧 喂 老家伙 快走吧 开路 我 人死了 路怎么办 嗨 我们上了老头子当 刘团长 我们从原路返回 从这边上去 原路回去 马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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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 你听 有人在喊 马叔叔 马叔叔 是小铃子 老叔 我去看看 好 马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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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子 你在哪儿呢 马叔叔 快 走 走 远远、铃子 入了 铃子 怎么回事 马叔叔 鬼子 鬼子 盈盈 死了 小铃子 骑着白白的马先走 好吗 救援 前面的情况怎么样 这人上来的很猛 已经跟一排劲活了 高剑这个山地通想来袭击我们 可惜他来晚了 是 主力撤走以后 三千五百多敌人可就紧紧的抓住你们一个脸了 是 我明白 你们一定要化整卫灵 用小股部队拖住敌人 一定要坚持到下午三点钟 是 请首章放心 我们一定坚持到下午三点钟 一定给战司讲清楚 撤到铁剑岭的时候 要靠左侧走 不要走右侧 右侧是绝路 是 是 他要让六班 在阎王鼻子 仙人桥狠狠狠的敲定一阵子 是 同志们 这子弹和手榴弹是团力支援咱们的 咱们脸要分散活动 节节抗击 现在一派是在老军堂山下 从这儿到仙人桥 有你们六班负责 在下午三点钟以前不能放敌人过仙人桥 指导员 指导员 我保证 绝不让敌人从仙人桥 早过一分钟 我就是手榴弹和子弹都打光了 用石头砸也要把鬼子打下去 我在人次阻击任务中 向班长捞够他们学习 争取做个共产党员 指导员 我接着服从班长的指挥 和班长在一起 他指到哪我就打到哪 指导员 你放心 别看我们只有五个人 鬼子他就是来一百一千 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对 同志们 咱们能不能把敌人站在狼牙山上 是决定了 几万乡亲们能否平安的转移出去 决定团主力 能否跳到平安县上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党和上级相信你们 一定能完成这次最艰巨的任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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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爷 到这边吧 等一等 葛正林 到上面找个能控制桥的阵地休息 是 是 葛德林 来 班长 踩墙吗 不 来 把桥板抬起来 来 放 葛德林 疼吗 没事 鬼子 那儿子弹头 我看他准备擦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 他打人都打不进去 光蹭破了点皮 跳皮鬼 好渴 大哥 有水没有 还有点 给 你这什么水壶啊 两边还通气呢 准备 银上来 来 来 好 班长快走吧 敌人跟上来了 走 等一等 对呀班长 咱们团是在这儿撤走的吗 我知道 你们能不能把敌人站在狼牙山上 是决定我们主地 能顺利的转移到贫害线上 去打击敌人的关键 不 不能走 班长 怎么不能走啊 同志们 鬼子就在我们身后 走这条路 就会把群众和主力转移的方向暴露给敌人 我们必须把敌人吸引到棋盘坨上 坚守到天黑 再想办法突围 班长 你决定 你说怎么走 我们就怎么走 对 好 我决定 走这条路 走 苏许一 在这儿换个路标 是 苏许一 啊 快来呀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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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为什么不走了 报告 前面是铁盐领的擦刀口 不知道走哪条路 赵队长 走哪条路 走哪条路 刘团长 你看 八路军一定走这条路 八路军轨迹多端 这边走 这边走 走八路 走 八路军的指挥部 诶 是指挥部 是指挥部 赵队长 冲上去 是 冲 先上冲 冲啊 冲啊 快冲 冲 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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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 哪论 被� 哪论 哪论 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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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档员就我们两个 我明白 我应该带动他们三个 对 胡德林 你水挖出来没有 没有呢 这三个渴得直冒烟 老胡你干什么 我闻闻这师徒 嗓子也好受点 班长 别是战了 军之地 城堡商务师团长 共军第一团 已被我紧紧包围在狼牙山的主峰 七盘脱上 我已发动多次猛攻 敌具有力地形 顽强抵抗 城请师团长速派飞机作战 嗨 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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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葛 老宋 胡德林 班长 大家 家伙魂 副教授 班长 害怕了 没有 就是有点心跳 心跳 你不认识 是缺乏战斗经验 要沉住气 咱们八路军从来都不害怕敌人 你看 老葛 老孙 胡德林他们 鬼子打的叫什么仗 你供不上来割炮红还不算 还在黑土埋的 看样子 真把咱们当成主力了 危机大炮都来了 不认识啊 成心是跟咱这五个主力大军干上了 怎么敌人还不上来 他不来 咱们也抓紧时间休息 老虎 删上 傅才 你老捡子弹壳干什么 回去交联部 连长不是说过 谁交多少子弹壳就领多少子弹 班长 你看我这 都装满了 这些钱我也都保存着呢 等回联以后 我要和我们村一起参军同志比一比 看谁打的手楼弹最多 傅才 给 班长 拿着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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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滴下滚 班长 警察上来了 警察 creepy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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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 他人 同志们 检查一下弹药 现在每一个人自己抱一抱 现有的子弹和手榴弹 子弹一放 手的弹没了 胡德林 手榴弹没有了 手榴弹没了 手榴弹没了 手榴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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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棋盘陀的最高峰 在我后面是三千多鬼子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同志们 我们不会被敌人吓倒 在这狼崖山上 到处都是石头 等敌人再上来 我们就用石头把它砸下去 大陆军弟兄们 你们已经弹尽良绝了 赶快叫枪吧 他妈的叫枪 我叫你个子弹头 准备石头 打 我叫他 我叫他 宋施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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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我和葛振林是共产党员 平时对你们帮助不够 在这一次战斗中 你们的表现也和党员一样 如果同志们以后能找到我的尸首 他们会发现 我和葛振林 介绍你们三个入党的介绍信 班长 副才 班长 葛振 班长 副才 不知道乡亲们是不是突出去了 团主令 是不是已经跳到平汉县上 小的齐盘陀攻了无数次 死了几百人 你还是攻不上去 什么 金汉县发现共军主力 要我撤兵 我 我一定要攻上山去 看看上面到底什么人 我们是中国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 敌人 只能向我们交枪 我们誓死不投降 我们的枪 是从敌人手里得来的 绝不能再交给敌人 现在 子弹打光了 我们要把枪砸碎 对 对 同志们 一个零件也不能给敌人得去 把枪扔都挨下去 对 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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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这是我们边区造的手榴弹 班长 拉网 同志们 让我们用共产党员的行动来表示我们的忠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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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